不只听师父说的话 还要听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入园前细细叮咛 因为一踏入茶园满是蟲鸣鸟叫 蟋蟀 对 那是蟋蟀 哪里有蟋蟀 还要浪在这里 蚂蚁窝 蜘蛛网处处有惊喜 位在三一的有机茶园 二十年前是变荒地 辟为茶园后 因为不施农药充满为患 克服的过程让参访的家长好感动 很烦恼因为抓也抓不完 然后从吃那个茶树的速度又那么快 那这样怎么采收 然后说好家在啊 后来老天爷帮忙了 因为飞来了鸟 一批又一批的鸟抑制虫害 种出的茶叶天然相醇 高雄三民区的青子成长班 坐满了三辆游览车 前来苗栗户外教学 亲眼见证这片绿地的变化 这一片荒芜之地化为有机之地 然后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 参访有机茶园见证大自然法则 也看到用无染的心 恭敬对待土地跟茶树 能有香醇收获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谢儒家蔡凤琴苗栗报